大家好 各位电视 各位同修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我没有想到今天要客座满堂 虽然有这个机缘 大家在一起 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华一处 我们各位老千人 有天津来台湾开创道物的一个历程 讲白一点 没有老人来台湾 也没有今天的道场 所以在应该民国在民国41年42年的时候 先后就告诉我们 不觉得将来道会传遍世界 在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想 可能吗 因为当时在大陆 南部都还没有 也就是因为老母这个词语 所以我们老师 由北京天津一直南下到成都 就是因为老母的慈悲普渡 所以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曾经想过 普渡怎么渡 尚无古人 有没有办法拜师 所以台湾一句话 自己想办法 所以他老人家就是自己亲自走下去 所以道物是他老人家第一站到各地 然后后面是很多的后学都跟着下去 老师去了我们也要走 所以大家这样子 确实没有经过几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大江南北都有道场了 都有道场 所以我们道德尊贵 就是先佛的慈悲 先说后应 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实 但是很短的一段时间 就已经实现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我们来到台湾开道也是一样 当初来台湾开道 因为是师母老人家慈悲 我们老千人原来是准备到西安 所以那边我们都 先前人员都已经到了 房屋也买了 但是他老人家临时 跟师母老人家慈悲的时候 师母老人家忽然就改变了 说你不能到西安去 你要离开大陆 走越远越好 因为时机就是这样子 说他老人家讲 你的名声太大了 要离开大陆 所以老人家想一想 离开大陆除了外国以外就是台湾 所以那时候我们台湾已经有道亲在这 我们自己有轻线心让他们已经先来了 所以因此我们老人家才临时改变到台湾 没有想到在台湾能够传遍世界 这就是天命的可谓 天命的可谓 我刚才讲 先说后用 所以不久就将来到传遍世界 现在真的了 已经到世界 以目前来讲 将近超过非正式的统计超过八十个国家 超过八十个国家 所以就我常这样子讲 这不是我们人的力量 当然了 人能宏道是没有错 但是没有天命的家批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们自己 我常跟我们道亲讲 自己问自己 一生三十年五十年的心血创业 你能够有多少 你能够有多少 可以这样子想 所以我们人力有限 天命无穷 所以因为老天子慈悲 所以应焉不久将来传遍世界 真的不久 所以我多年来跟大陆学者的交往 我都是窗口是我们台湾的窗口就是马家鸡 马点士 大陆的窗口就是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我先后跑了将近十年 跟他们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感触也是很多 是为什么我们在短短的时间 能够传遍这么多国家 所以他们也很用心 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秘书王小姐就跟我讲 韩老 因为我大陆台湾现在都是一样 都叫韩老没有名字了 连蔡英文建我也是叫韩老 赖兴德也是韩老 所以我代名词就是韩老 所以他们讲韩老 我们能不能看看 到场世界各地的 我说可以没问题 你安排时间我派人接待你们 所以那个王小姐 那个秘书王小姐真的 不到三个月就跟我通知 所以我现在已经安排各地 连南非都去了三年的时间 他的名称叫调研 调查研究 在去年的年底在泰国 由社会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 贾副所长亲自来听简报 因为那个所长年纪大了 卓所长他是德国哲学博士 他要退休了 所以副所长带贾副所长亲自来 听各地的报告 所以他们最后有一个结论 我感觉很满意 讲给大家听听满意不满意 我认为这个评语我接受 所以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们的结语是中华传统优良文化 靠一贯道传播 大家接受不接受 所以他们这个结论我接受了 我接受了 所以由此可以了解到 我们中国的文化 真的是博大精深 我们不用心不了解 你用心投资下去你才知道 才知道 所以就因此呢 所以他们接受了 社会科学院接受了 所以也就因此我们道物 可以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发展 我们各地真的 各地都表现的都不错 各地都不错 不只是我们法语组 也不只是我们冲德 各道场都有这个 都有这个各地琢磨 但是我认为我们师母的慈悲 师母的慈悲 所以我们法语组 冲德和道物超过任何一个直线 超过任何一个直线 这也就是说 这是师母老人家的慈悲 因为师母老人家43年来台湾 六十四年成道 所以他老人家在台湾这段时间 大概我们前日老 不要说多 一个月最少要去 给他老人家请安 所以有一次因为那个 五六元去打扰师母 在那边 所以以后 这个刘 因为师母住的那个地方 是刘思义的公馆 刘思义过去是台湾的参军长 蒋中正身边的参军长 所以他外边都有这个 以前没有 只有宪兵 定时不定时的巡回 因为那是参军长的家 所以师母老人家住在那边 结果五六元去草 要想见老人家 老人家不见他 所以因此在那边 从来以后 警察加强巡逻 所以我们师母门 我们那个 师母门外有一个巡逻箱 他们大概一个小时 要签名一次 定期巡逻 所以这是简单的跟大家谈一谈这一点 那我们不要耽误时间 大家谈这个 法语族 对 由这里开始可以 这是民国二十九年 他人家进到总坛 那个总坛不叫天真总坛 台湾的总坛叫天真总坛 台湾事实没有总坛 这个天真是这个张文运张道上佛堂的名字 所以我们不应该用天真 天真无数皆本的总坛没有名称 没有名称 所以我们一般我们来讲都是总坛 就是这样讲没有名称 我们两个称号 一个是总坛一个是道长将 因为是胡道长助手 胡道长助手 所以天真总坛是 不是我们一贯道不是我们的总坛 天真总坛是张文运张道长 台湾两个道长 一个是张文运 一个是我们老千人 但是我们老千人不接受 因为这是台湾的各支县推举的 老千人说道长那要说让你们推举的 道长是老师指派的 所以他老人就没有接受 但是这个张文运接受了 所以他现在 天真没有没有天真两个名称 胡蜀觉总坛 胡蜀觉总坛 天经总坛不是天真总坛 所以这是我们老人叫圣平 大概可以看到就好了 不要时间浪费太多 好 这里是特别强调清仙宪章 清仙宪章他老人家是在天经 他老人家是在日本经商 日本经商 在台湾在天经也有工厂 他那个工厂就是现在我们来讲就是 應該台湾叫铁印刷 印刷大家懂不 铁钿 它的工作是 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是粗的拉成细的 经过那个机器拉 一天生产不了多少 我有去过那个工厂 比如讲 数字越大越细 还是会忘记的 就是说 比如讲 现在是三分 要变做两分一分 所以变做了细 原胚是粗的 所以要经过加工 给它拉细 因为那个时候 七八十年前跟现在不一样 所以我有去过它那个工厂 它工厂就是一个机器 它的机器是漏斗形的 粗的进来 拉出去就细的 所以经过那一个拉 生产量不大 因为那具机器笨笨 以现在来讲是笨笨的机器 古老的机器方法 所以幽粗变细经过拉 一天它那一盘一盘的 一盘 要一公斤来一天做十几盘 一盘大概多少几百公斤 三百两百公斤 一天大概也就生产两千 这个样子 在那个时候已经是算是很不错的五金工厂了 所以它老人家是过去 因为要买原料经过日本 所以它老人家被公司派到日本 在日本先后就二十几年 二十来年的时间 这是清线宣账 再来 铁线工厂 因为老千人要来台湾以前 因为师母老人家既然指 所以他老人家就派刘千人来台湾 刘千人来又要好经营晋德大县 一起来的 晋德大县也是在日本 也是在日本 但是他不是做这个铁线工厂 他是做五金 因为过去我们中国大陆生产的五金不多 都是由日本进口 所以生意可以说是非常好的 它有两个公司 一个北京一个天津 专门进口日本的五金 所以就要求晋德大县 所以你们看这里就知道 过去的前辈们 对道的那份诚心敬意 没有考虑 所以一口答应 没有考虑的 说你老慈悲 我考虑考虑 没有 当面就是马上 好没问题 没问题 说走就走 没有 没有考虑说你老给我半年的时间 没有 放下 那个时候大家就 所以这里特别谈到一口答应 要记着晋德大县来台湾 当时五十八岁 再来是温慈菩萨 温慈菩萨实在讲是 因为以妇人 妇女来讲她的命运很苦 丈夫也走了 小孩子也走了 所以孤单寡人 嫂嫂嫂大嫂不错 照顾她 不然没人照顾她 没人照顾她 所以因此 她是我们经过这个 她是经过德慧菩萨 不是 不是德慧菩萨 一个谢太太 一个谢太太 给她带到佛堂 带到佛堂 她已经求道 没有接近佛堂 所以由谢太太 谢老太太 带她到佛堂 过去 这个 这里应该再加一点 就是佛堂的成立 佛堂的成立 过去 大家都是在明德坛 都是在明德坛 因为明德坛 他们 可以说 背叛老师 也不知什么背叛 就是说 太傲了 所以 老师一年到天津 也不过一个星期 她老人家全国特别好 没有时间在一个地方常住 所以在天津最多待一个礼拜 所以他们就说 公家嘛 弟兄 公烹灵 是我们老人家的银宝石 她说 这个道物 根本不需要你啊 都是我们在办 你一年来多少 因为太傲了 因为他们 非常富有的 公家非常富有的 公烹灵 公烹灵 这里应该给她加上去 公家 在想办法不在哪里 那么由他们 所以因此 因为他们太傲了 所以 老师就好 你们自己去办吧 就是等于这个明德坛就开除了 开除了 我们讲 我们那个时候不叫开始 叫寇坛 寇佛炉 那个香炉啊 寇炉 我们叫寇佛炉 这个佛炉就寇掉了 寇掉了 我们老人家就想 这些个后 道群到哪去呢 因为我们的工厂 是同兴工厂 工厂是做融 做丝融的 非常高档的丝融 我们前人老最喜欢那个 丝融 你们注意 有人接 你们年轻不知道 接触过前人 前人老冬天穿的那个外套 那个丝融会闪光的 他老人家最喜欢那个丝融 我们就是做那个 所以 因为在 那个什么 英国三十年嘛 三十一年二年 所以老人家 一看这怎么办呢 所以老人家跟我 因为那个工厂 是我故障的 是我故障的 跟我们老人家合资 房屋是我们故障的 我故障他们非常有钱 那是 房屋是他的 在那里做这个工厂 所以老人家一想到 就说 跟我们故障商量 工厂结束 我不干了 我要放弃 事业 放弃家庭 我要去本道 不过跟我故障讲 那房子给我留下 所以 所以我那个姑奶奶 常常来 被这个房子 跟我们老人家吵架 我们老人家最怕 那姑奶奶 年纪 那姑奶奶很厉害 很厉害啊 是她老人家的姑姑 姑姑 是我的姑奶奶 年纪 那个时候 大概六十岁左右 非常 那可是女腔人 有五个女儿 五个女婿 她都管不到 都怕她 所以我们妈妈来了 大家都紧张得不得了 连我们也 通行工厂 通行博堂也是一样啊 我姑奶奶来了以后 我们所有的人都撤退 放了我们老人家 一个人在地面 老人家走来 然后就让姑奶奶骂 台湾话叫骂 我们不叫骂 叫念 臭臭念 念念 念完了 走了 没事 一个月 两个月 来一次 念一念 来念一念 不管你怎么念 房子不给 不要说佛堂 所以说我们是 霸占放户 这是通行坛 通行坛是成立 就是因为明德坛的问题 明德坛 像这个文慈菩萨 大德真君 他们都是在明德坛转过来的 因为明德坛他们要自称祖师嘛 所以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老人家说怎么办 这些个人到哪去呢 在过去大陆不像台湾这样的房屋 家庭的房屋并都不大 因为我们那是工厂 我们那是工厂 所以老人家就给工厂 跟我故障商量结束 拿那个房子收货堂 收货堂 所以这样子 他由通行坛成立 皆明德坛的后学 所以老先生常常跟大家讲 只是前面说 他都不是我的后学 那是明德坛转过来的 所以这一点跟大家讲 有这一个差弃 所以讲灵隐的文慈菩萨 我感觉他命运非常苦 先生不在了 小孩子也走了 所以大早很好 这里稍微谈到灵隐寺 跟大家稍微谈一谈 灵隐寺事实是由陈金连辅佐 陈金连可以说是非常称心的 他是助产士 所以他发愿 我不会死在床上 我要死在佛堂 所以他的一个愿力 他是怎么死的 就是在泰国讲台上上课 一时昏倒就走了 真的 所以就不要随便发愿 他说我不会死在床上 结果他死在佛堂 老天自卑 让他成就他 接着是刘言刘简 还有李细琴 李细琴他是这个 瑟布鲁斯大士的夫人 李细琴 当初是靠李老先生的家 文姿菩萨 我们在台北 很多时候大的法会都在他家 因为他是大使馆嘛 人在里面办到外面有警察保护 很有意思 来台湾他是台湾的这个铁路警察 铁路警察局接收 他来接收的 所以他当初就建议 一开始他接收以后 他说西望谱双跪 单跪去掉 结果因为那个时候费用不高 大家没有钱嘛 是不是 那么现在谈到冲修堂乐成 现在大家看 冲修堂不是讲堂 冲修堂的讲堂 那尊弥勒佛 那就是他们送的 台北到上西心送的 所以由这个李老 用这个包衣街火车 因为他是铁路局局长 应该铁路局局长 所以包一台火车 送到 这个弥勒佛惊动整个的斗六市 因为这个车子在斗六市 巡街绕街 有很多不是道歉 也是百所岸 迎接弥勒佛 那很轰动 也就是因此 所以遭到这个 刑警 对他们注意 所以他们 最后 他们没有办法 这个刑警 他们没有办法 就给我们这个 重修堂送到法院 那时候违反这个戒严法 什么法 送到法院 所以我们这个 告的原告 告的被告就是陈大姑 是被告 所以那个时候州 那时候杨庆幸 杨老去硬训呢 法官就跟他讲 没有你的事 你给陈大姑交出来就好了 杨庆幸 杨老也很幽默 他说 你找陈大姑 我们陈大姑有十几位 你找哪一位 法官或 你怎么 他说我们 家的大小姐都叫大姑 所以我们姓陈的陈大姑 多了 对法官也不耐 他一听也对 就是民间的民俗的称呼 大姑二姑老姑 我不晓得台湾是不是这样称呼 我到现在还没有注意到 你们大小姐二小姐 都叫 不叫姑 在大陆都是姑 大姑二姑老姑 最晓得是老姑 大姑二姑老姑 所以我们都称陈前仁 都称陈大姑 所以法官说 你交出来就好 他说我们姓陈的大小姐 都叫陈大姑 法官又不耐 杨兴赢 因为他是户级科长 他是户级科长 他也在公务人员 所以他很幽默 你找哪一位 法官 法官也不可耐口 所以变作不起诉 变作不起诉 所以刑警队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就给这个案子转到内政部 我跟大家讲一点这个故事 转到内政部 所以内政部呢 就查这个资料 查重修堂资料 非常完整 非常漂亮 这么一个 妙 怎么会做违反国家的事情呢 所以他就 亲自下来了解 那个时候是由我们陈兵中 典师接待 陈兵他是卫生局 卫生局的主纪 接待 跟他聊 所以告诉他 让我们做的事情一切 因为重修堂在抖六 名声不错 很好 所以人要做好事 名声很好 所以他到民间去打听也是一样 重修堂没有啊 重修堂很好啊 给大家方便啊 他定时上课呀 讲道德呀 讲伦理呀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 因为是陈兵中 陈典师 写了一篇报告 送到内政部 所以他们派人下来看 了解以后 回去 也就兵在那里 不了了之 所以抖六的刑警队 对重修堂无可奈何 打到内政部 他说他们重修堂太厉害了 后台很大 很重啊 很硬啊 动不了 所以从来以后就不 不再干涉了 不再干涉 因为我们不做违反 伦理道德的事情 我们是讲道德讲仁义啊 并没有做非法的事情 所以就是 所以我顺便插曲在这里 这里谈到大德真君 大德真君 是我们也是同行谈的 他过去是在东北 作为东北 东北他做什么 以现在来讲是酒厂 以现在来讲 我们那个时候不叫酒厂 叫什么 所以大德真君在酒厂当会计 那时候不当会计 当计账 账房 现在叫会计 那个时候不叫账房 所以他老人家能喝酒 因为是在酒厂 他在东北 所以东北的人 跟那个韩国人也是一样 冬天一定要喝一点酒 才能睡觉 因为他零下最高最低 最高到零下十度八度 大家没有办法 那真的就是 我们出外 那个过去中国的衣服 那个长包 插在里面 不然他手带手套 手带手套 不然耳朵都带耳套 帽子 耳朵都 那我们那帽子 有可以翻上来 可以绕下来 绕下来 连耳朵 广露两个眼睛 冬天 大家不知道冬天 冰天雪地 雪地是不容易下雪 一年下一次两次雪就很好了 形容是冰天雪地 所以确实那个水泼出去不到几分钟 你走路就要小心不会花刀 马上结冰 非常动玩耳朵 所以我们要以现在讲下话就是 我们吃的豆腐要冻豆腐 你就放在外面五分钟就好了 回来就是冻豆腐 所以大德真俊是在东北 来到台湾 我们老人家就给台北 台北是留老前人 台南就是大德真俊负责 我们老人家在台中 那么现在呢 是同一坛 有三个 玉佛公 同一公 现在由连连是负责 这是有写在旧场管账 来台的时候四十岁 现在由丁连中负责 黄一燕已经不在了好像 有现在丁连中还在 开会他都会来 再来是天元佛家 得会菩萨 多会菩萨 他老人家 可以说是非常辛苦 开创到物 这里大家看就好了 为什么说 他老人家禅足 走路 不像我们天足 他是禅足 所以走路很吃力 有一次 就是回来跟我讲 我今天好累 我说领导每次都是 没有说累 怎么今天说累 我做 除了他老人家不认识字 做过头了 回来这一站 用走的 他就不说到对面再坐 用走 走一站地 所以就比较累了 今天很累 就是这样 所以他老人家来台时候 只有三十八岁 由台中清水 清水 他这里面有写 刘 刘惠英 有 清水刘惠英 负责 然后到这个新峰的赵电市 还有这个 邵进坡 邵电市 现在他们分作三个单位 分作三个单位 他们已经 陈树珍 他们已经脱离我们发育组 所以现在跟着我们发育组 就剩乌梅 乌梅 清水的乌梅 他是刘惠英 刘老的后续 只有他跟着我们 其他的三位 新峰的 新竹的 台北的 三个 坤道都姓陈 他们宣布 跟我们发育组脱离 所以现在真正的是 无梅负责 再来就是长盛 田园长盛 田园长盛 这是林长逊 林典是带领 他现在的基地 是在花莲瑞穗 花莲瑞穗 他在这个台北 这个 台北 松山那边 有个总坛在松山 台北松山 他开道到瑞穗 瑞穗那个 火堂很大 占地好像极甲 他耕耘在那边 我们一贯道总会 曾经到瑞穗区参访 到瑞穗区参访 赫穗区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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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们玉山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你们到玉山来就是便当一锅 这样讲 非常那一次的招待医贯道总会 给我们 真的给我们发一组 赫穗区参访 一直到现在 王宝宗王帝长还怀念 还怀念 他们真的那一场 非常的用心 也非常进行 给我们发一组 赫穗区参访 赫穗区参访 也不在了 他现在是 不是 现在是 林义奇 林义奇副佐 因为赫穗区参访 也撑到了 都不在了 所以现在 林义奇代表 给他代表 该做 副佐 就到了 这是 智德大帝 其老 还有人家地方在天恩 在牧藏 所以这里 这里有写 猫空 因为老人家跟那个 跟那个后学在找 希望这个地 所以大家跟 你老哪有那么好去 你要看啊 哪有那么好的 结果 买的那个庙 现在天恩公庙 真的就是 猫空 那个地名就叫 猫空 所以很庙 很 地名就叫 猫空 那时候没有水 所以老人家跟 有墙壁打个洞 水就出来了 所以现在那个水 这里有讲 天 他没有 他没有 叫那个 他那个井叫 天 什么井 有老人家 奇老有写个名字 在那边 那个水非常好 那个 拿去化验啊 非常 可以生饮的 非常好 所以 所以在那个时候 唐老人家做这个 馒头在那边 因为他那个山坡下来 很多怕山的人都要经过 所以老人家就说 怎么做个生意 所以结果就是 用奶水馒头 奶水馒头 奶水馒头 因为我们牛奶 早上用完了 下午 这个牛奶就不好卖了 所以我们就买那个牛奶 回来做馒头 所以是奶水馒头 现场哦 打玻璃窗给大家 现看 现做 所以 那个馒头很出名的 结果睡间处找来 这里有些吗 睡间处找来 要上睡 因为生意太好了 不是路边搭 他甚至在路边买 以后自己又盖好了 现在大家注意 张川良已经离开我们了 张川良 现在他 可以说他很后悔 也没有用 回不来了 因为他是跑到 跑到建德去 跑到建德去 但是建德 临在井 千人走了以后 后边的人不接受他 所以他现在在 建德没有立场 崇德又回不来 所以他现在很苦 听说他现在做轮椅了 我 已经差不多七八年没见他了 没有见他 另外 田恩 另外有一个群营 由黄金城出租 他这个导物不错 他主要是在国外导物 以后才回到台湾 经营台湾的导物 他主要的 据点是在西班牙 他导物非常不错 这里谈到我们 当我们就不用谈了 大家都知道 最后再看时间好了 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九个道场 这里是德化 德化 林亭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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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地下工作人员 他的孩子 在大陆都被炸死了 他只留下孙子在台湾 现在差不多二十年 我没跟他们接触了 光彩街 德化 所以 我们在台湾 唯一共弥陀佛不怕人的就是他 他租的房子 他租的房子 房子不大 他的客厅 门开开就是大马路 光彩街 就这里有写嘛 当时唯一有弥陀佛像的佛台湾 所以他就给弥陀佛就摆在那里 所以过路的人都会看到 因为他的客厅就在 门开开就是马路 就是光彩街 不宽了大概八米路 所以 他的后学是翁水生 翁水生已经不在了 乘道了 他的弟弟翁庆瑞 在新丰开道 仁和佛愿 道无不错 国内外都有 这里有 翁水生 翁庆瑞 陈海荣 陈海荣还在嘉义 灵光产寺 陈坤毅的话 陈坤毅正是在这个室内 陈海荣是在这个 中浦乡 灵光产寺在中浦乡 陈坤毅 陈坤毅德化是在室内 这里讲德化陈坤 德化陈坤 德化陈坤这个 我们发育 冲德不列在里面 因为它不是我们冲德的后学 因为它是天津三亿潭的 三亿潭的 因为老人家来台湾了 所以他的爸爸跟他们讲 老人家去台湾开道了 我看你们也去吧 所以他全家带着妈妈 太太 弟弟 两个弟弟一起来台湾 他来台湾很苦 很苦 因为台湾那个时候 他来台湾带五十箱玻璃 他是卖在大陆天津是卖玻璃的 那玻璃台湾自己国内不会产 都是日本进口的 所以一箱一箱的 那一箱我不晓得二十片多少片 立着的 所以来到台湾 他就带五十箱玻璃进来 当作半道费用 没想到来台湾以后 在路上 他们这个轮船怎么搞的 一半都碎掉了 很苦 所以他就苦在这里了 费用 生活费用一半 胜了一半 好像还不到一半 就是以后他们 他本人不讲 苦在心里 就是他们后学想 我们谈到 我介绍他都带玻璃来 他们后学说 你老 那个玻璃带台湾都碎了 很苦 那时候来说他年纪不大 这里有没有写他年龄 对 这儿有写 五十箱玻璃 这里没有箱玻璃都碎了 杨树亭也不在了 林满妹还不错 昨天天天还来看我 这里谈静德大仙 好 下边我们来介绍静德道场 静德道场主坛是在小庄 五五定五点市 现在由他的儿子 媳妇 媳妇来负责 开创的是静德大仙 好千人 他是我刚才做五金领剑 因为刘老跟他在日本 都是比较熟识 所以老人家就跟他讲 千人派我到台湾 你会日本话 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 所以好千人一口就答应 所以他在日本可以说是 我刚才他们都是做五金领剑的 所以他真正的修道是他的媳妇影响 因为媳妇是我们的讲师 然后他受他的影响 所以他才走进道场 走进道场 所以他过去在日本非常享受的 在我这里讲 打麻将一个礼拜不下桌 真的 非常喝酒 他可以一大批酒都可以下肚 所以他是非常什么的 因为第一个佛堂在青年照相馆 是林秋雨 第二位电视 第一位电视是李庆贺 他人是在台北 在过去日本时期他当警官的 他是当警官的 在台北也是为坛主 因为老人家到台湾 到台北以后跟他聊天 因为他会讲普通话 他会讲普通话 他会日语台语普通话都会 所以老人家跟他讲 说你的家乡在哪 我家乡在斗六 我能不能跟你去到那边开房 可以啊没问题 因为这样子带着老人家到台湾 到冲修堂 那时候冲修堂是他的弟弟 他弟弟开照相馆 在斗六那是第一家照相馆 正在车站边上 但是他弟弟交往非常 手腕非常广 所以很多的警戒的朋友在 所以因为我们有佛堂 所以受影响了 受影响了 那么这里谈到这个晋德道上 好前人 就跟李清赫 有一天在斗六的街上 碰到了林廷才 因为林廷才跟李清赫 是小时候的朋友 同乡也可以说的 所以李清赫就给好前人介绍 这是林先生 林廷才一听说你是大陆人就跟他讲国语 他好高兴啊 那一天一个台湾人会讲国语的 所以前人很高兴 盗破堂就跟那个 奔他修道 度他盗破堂修道 以后因为青年照相馆被刑警 他们调查 所以就没有办法 所以就转到这个太和律社 然后太和律社 后来因为道屋太旺了 太和律社老板不高兴了 因为什么影响他的生意 我们道歉太多了 他又在车站附近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老人家才转到冲修堂 过去冲修堂是由晋德大秦父子 因为他到抖六第一站就到冲修堂 因为他骑脚踏车到乡间 最辛苦的就是跑整个的乡间 有的时候到人家里去下午三四点 家里没人 只有小孩子 所以他有时候就下茶煮饭 不然大家下来都很晚了 他有时间 所以大家对他都 爷爷爷爷都很高兴 爷爷来我们可以早吃饭 不然等妈妈回来再煮饭又晚了 爷爷来了我们可以早吃饭 大家都很晚了 他是一年一个月半个月在抖六 乡间 他专门跑乡间的 这里特别像吴定 他坚持他是晋德的后学 不跟着我们不休息菩萨 现在是廖家 廖家姐妹姐姐弟代料 这里谈到是司法 圣恩大县 Yeah 有同意工土 由台湾出去的 他是 TF滓 F阮阮阮阮阮阮 erek 这里阮阮阮你们不了解 就是台湾的战长 就是基隆有基隆 台北有台北 新朱有新朱 台中有台中 我们家 我是铁路局的段长 这一段不管那一段 苏宇讲的话 只管这一段 不管那一段 他就是一个段长 比如讲就是 台北到新朱 是他管 我那个时候在东北 非常重要 出门带枪的 还有卫兵跟着 他是段长 卫兵跟着 很威风的 来台湾以后 没有事情做 所以他就 在公园里面 摆地毯算卦 算命 算命 然后大德真金 在到公园里面碰到他 跟他聊天 都是东北 当然说我也在东北 大家就聊起来 他一个人又没有什么 所以大德真金 就给他带到佛堂里来 他到了佛堂里看 哎 你是一贯道 我也是啊 就这样子更亲了 道亲嘛 更亲了 所以他说 所以他说 就这样子跟着我们 大德真金 以后他到拼东去开刀 所以拼东那边就他开始了 赐法公 赐法公陈海亭 赐渊正金 这个陈海亭是昆道 你们看他名字 他是昆道 他是昆道 但是他非常的 可以说内疆人 内疆人啊 因为他原来的 屏東的赐法公 是高速公路要开 还是什么要开路 这佛堂要拆 因为那个时候 佛堂并不是合法的 所以他就 跑到县政府 跟县政府吵 那你叫我到哪去 不然我搬到你县政府来住 所以那县长说 老太太 他主要是空军眷属 要一般来百姓 也不会中华 因为他是空军眷属 那个时候的 军眷 政府要保护的 所以他是空军眷属 所以县长 老太太不要忙 我帮你 你这个房子要拆 你计股价 一个砖你当十个 给我股都没关系 股多少都可以 我补偿你 加倍补偿 所以又补了一块地 叫他盖房子 所以陈海庭 坤道啊 他不是坤道啊 现在司法公分着这个单位 张瑞清 张千仁 我刚才讲是跟着这个 大德政君在公园认识的 公园认识的 所以他开屏洞到屋 现在谈到这个 新主 光耀 新无 他说现在新无 光耀 王千仁 那因为他事实是老人家派他来 因为他在乡间 他在家乡啊 他是这个乐地的秀才 所以他身世非常好 所以他在家乡怕斗争 所以跑到天津 跑到天津 人家介绍到佛堂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通行坛呢 在天津来讲是过路里设 反正到建道上的人一定先到我们佛堂 到佛堂的时候什么 礼法呀 洗澡啊 换衣服啊 因为过去在大陆上风尘仆仆 那真是 洁风沐浴你们不知道 在大陆就知道了 因为现在交通好 过去交通不好 所以 王莲玉他是景仙人 所以这里写嘛 世身忘租 他到新竹 只有家老典时 他也是军人 因为这个我们 台南的道场 在屏洞道场 都是 可以说都是军人 因为陈海亭是军人眷属 军人眷属 那么像魏罪群魏老 他是正宫 他是这个过去 他是工作人员 正宫的 他是当 还有 这个我们台南 关节最高的就是彭殿氏 他是高炮团长 他的军关节最高的 高炮的团长 彭殿氏啊 光耀道场 家老 家老是啥 现在是昆道 负责 会员大帅 这个是 这里大家分享 他过去 他是在通信学校 他不是军人 但是他会 他唯一的侧点 就是你这个零件 钢铁的零件 交给他 他可以给你用手工打出来 这是他最强棒的一点 在过去我们很多东西都靠 美国给 美国不给 我们就自己想办法 他就用上了 但是他又赌博又喝酒 所以 因为那时候 那个时候呢 修道以后 他要修道办道 因为那个时候政府取替 他又是军官 他算是警官了 军官了 不是高官了 因为他有这个特殊技术 所以校长要跟他谈判 两条路 你是要工作 是要佛堂 所以李文德有点热 我工作可以不要 不让我修道不可以 所以因为这样子被开除了 开除了 开除 开除以后很苦 没有房子 因为他住军眷 开除以后 那时候对于一贯道非常残忍 要是赶尽杀绝 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 所以 没有办法 出来以后没有房子 租房子 没有生活 幸亏好 那个时候同事大家都很帮忙 所以那个通信学校 由美国进来的那些器材 木材啊 你们没有看到 真的都是十尺八尺的那个木材 又厚又漂亮 结果那个同事啊 由里面就给了偷出来 原来这样是偷出来 反正那时候也因为大家都是军官也好 士官也好嘛 所以由卡车拉出来 在墙外给他盖三间房 那个木材以现在来讲 哇不得了 又厚又大又长 漂亮非常漂亮的木材 你想你想吧 装飞机的零件的箱子 怎么会不漂亮 所以都给他盖三间房 结果不到三年 政府还是逼他 学校对他很好 校长什么 他同事都很好 所以保护他 但是政府不行 所以房子又被拆掉 他那边考上 不是考上大学 考上邮局 这里有 邮局不准他上班 你就知道当初 办到多么辛苦了 有工作要不准上班 因为 后来再碰到一个同乡 跟刘老 因为那个时候 跟刘老讲 来 做豆瓣酱 说我不会啊 我帮你做 就这样子 所以老师很慈悲 我们过去那个传统的豆瓣酱 最少要经过三个月 他要发酵 要什么的 但是他这个老师特别慈悲 不到一个月 不能卖 人家也逼着他买 没关系 你就卖给我们 所以过去在空军通信学校 他这个豆瓣酱非常有名 因为没有第二家 唯一的 所以很多的空军的 士官将官出国受训的时候 一定要带他的豆瓣酱送给国外 所以这样子出名 出名他也赚了不少钱 现在不得了 现在他孙子在做 现在过去一个缸 三个缸 现在几十个缸 钢山豆瓣酱以特别 所以他赚了钱了 赚了钱就帮着老人家 过去来讲 一年大概二十万给老人家 我不太了解 大概是这样子 十万二十万一年 给老人家办到 再来是他太太 太太很好 太太是 怎么讲 非常是传统的 传统的家庭主妇 帮着他 现在这个 钢山由正典式负责 昆道 他过去好像在 哪个机关服务的 现在谈到奉天宫 自宁菩萨 这里大家看到 我们六个人到新竹桃园开道 这是民国五十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我记事五十年 四十九年 给我们六个人到新竹中立 那么大家注意 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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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十二点 他是非常认真的一个孩子 现在也老了 那个时候二十岁 现在八十多岁 身体也不太好 前天还来看我 庄春兰 求道以后 跟着我们老人家 当翻译 那时候跟着 何苏密 两个人打对台 所以他 他比较客气 让 退下来 不然的话 他是非常帮着老人家 很多 帮着老前人 因为那时候 前人老的翻译 都是和解 所以他 他有讲过 他说 我不要跟着和解斗 他是前贤 我是后解 所以 所以最后 老人家特别交代 新竹道物 由他不走 现在他还有一个前道 江义德 但是江义德 已经成道了 所以现在就是他 他身体也不太好 好 冲德道场 前人老就不必要介绍了 前人老受尧典师的影响很大 尧典师他是山西人 山西人在天津都是做这个 润染的 润染场 他也是卖颜料 颜料 润染上 非常客气 非常客气 所以我们通行谈 我们通行谈 他是负责之一 通行谈有三位典师 一位刘典师 一位许典师 一位就是妖典师 三个人负责 所以我们前人老来台湾就是受尧典师的影响 受尧典师影响 所以尧典师给他鼓励 所以前人老二度来台两次 因为第一次来台湾生活不方便 心态也不一样 所以第一次来不到半年回去 身体不好 回去 因为在这边生活不同 跟大陆生活不一样 所以他老人要回去 第二次是我们老千人来了以后 他再跟来 那个时候也是邀请人讲 老千人都走了 你在这里干嘛 跟着老人家去办道 这样子 所以我们前人老在台湾 在台北 我们有九个道场 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国外七个道场 国外有道路中心 这里谈到我们冲德道场 民国五十一年冲修堂乐城 我们整个的法语族全体开会都在冲修堂 民国六十年 那时候我在冲修堂乐城 我在冲修堂乐城 成立这个玉皇宫 民国第一班的法会在玉皇宫 民国六十年 民国六十年 我们陆冲吉路点是就是那一班法会的 那一班法会 好像李建仁他们都是那一班法会的 因为陆冲吉他应该讲算是我的后学 因为是我们黄奖师的后学 黄奖师就是我们 就是我的直接的后学 因为他在文化 文化 渡文化他们渡三个人 那个时候他带三个人到玉皇宫开法会 回去以后一个人要修理他 说你搞什么带我们去 结果是露点是 这是他们跟我讲露点是 中间做和威或者 所以我们观察 慢慢的观察一段时间 我感觉这个前人气质不一样 不是像一般讲的 我邪教我什么的 我们在观察观察 所以不然的话 黄奖文要被他们修理 修理 因为没有讲清楚就带到我来开法会 不还好他们法会开文 所以 再一幻光 再来谈到这彰化的道场 林书昭 黄奖文 黄奖文 这是在二岁 黄奖文他是铁路局的运输配合 铁路跟金钟联络的 主要的是曾老先生 曾兵源 陈化大县 曾兵源跟我们 曾兵源是陈景三带过来的 因为他们都是做木材的 曾兵源 曾老先生 可以说是 在台湾来讲的是 宝学 四书五经 都很好 所以跟我们老人家讲 谈到 因为语言不通 又没有翻译 都是用写的 写 老人家用写 所以到台中见老人家都是用写的 以后就用讲的了 他太太是第一任天宗镇长 他非常的这个 我会在这里讲家教严格 主要就是鼓励 非常遵守鼓励 所以太太端茶到门口不进了 不像我们进来那儿 所以曾老先生 这是我跟前老到他家去的时候 曾老先生亲自由门口接过来给我们 那份礼貌 现在大家没有了 都鼓励 所以我想非常严格 这里都有了 修道五年为成华大县 成华镇监 因为当初他要搬到发县 他说 没有人帮他 跟老人家要求 所以老人家派鱼化镇监 求洪飞帮他 求洪飞那时候他是 可以说 他没有正式的道场 没有正式 二年还没有开始 他没有什么道场 他是军人 他好像是政战的 因为他在嘉义 然后老人家成华大县跟老人家要求 能不能找人来帮我办到啊 不然我一个人啊 所以成华大县非常辛苦办到 这里有 这里有讲 人家办到 用餐的时间啊 在外面等着不进去 因为那时候大家环境不好 进去人家要麻烦 又是中午吃饭的时间 所以饿着肚子 在树下等 等着饭过去 再进去 人家问 吃饱了 是吃肚子是空的 你就知道 成华大县 那种 现在来讲 苦修苦练 大家没有苦 大家 这里 好 就带着贡口去搬倒 民国五十九年开荒 意思要上荒脸 金刚的生活 再融合朱丁州买房子 以后转到荆州街 最后是中和冲头佛院廖万青 廖万青是云林县 云林县 云林县 他开这个 开到哪里 他很辛苦 他开陆港 他由抖六到陆港 起坏了三台机车 因为他中战就到我园林 休息休息 有时候喝茶 有时候没有吃饭 我要准备给他 我都问了 你不要客气 不要客气 因为他 他要跑路 要赶路 所以要到陆港 都在我那里做中途站 非常辛苦 跑过三台机车 这里大家可以读了 台南道场 这是我特别讲的 它比较独立 独立的原因就是朱波昌自己亲手带起来的 原来台南没有喝汤 在朱波昌的家里面 朱波昌的夫人当初还不是称心 所以朱波昌很苦 很苦 所以他跟我讲过 下班回来以后 看到孩子在那 赶紧给孩子抱起来 然后再进去 就是让他帮她 所以太太是不是 以后全家修道 因为她妹妹在日本现在又回来了 她是教师书人 当老师的 那段时间很苦 这里是民国六十 我应该是六十五年 她这里跟我讲六十六年 我第一次到国外 第一次 因为我那时候是 到日本主要是苏孝州带着 因为我不会日本话 她日本话也不灵光 但是会讲 可以讲 她做这个 私道 大家不知道 这个人造私 这个私线呢 弯的地方 拉出来 弯的地方 弯的地方 必须要有 那个 有个零件 不然私过去 会断掉 所以她就做那个 我给她起个名字 叫私道 私道 这是非常 让她氧化碳 非常 非常 非常爱热 又 又 爱这个磨 摩擦 不然她高温 会摩擦 会伤到 这个 私线 所以她那个 瓷器非常高 高温 爱磨 不大 不大 我给她叫私道 就是私 不大 一点点 但是价格很高 因为只有她可以做 现在我不晓得了 这一转眼几十年了 所以她要去开刀 我跟她到找张智能 陈甲淫 这是我的后学 张智能跟陈甲淫 陈甲淫是天中的人 天中的人 他在泰国 事业不错 张智能 这两个人 找他们 我没有想到 张智能投入在道场 陈甲淫反而没有 我重视的是陈甲淫 结果陈甲淫并没有在道场 只要我去 她会来看我 除了以外 她没有在道场 她在生意做得不错 在泰国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新加坡道场 现在日本是天一宫 现在不止 在日本搬到很辛苦 他们跟我讲 第一地方大 第二费量高 时间长 因为做那个 他们的机型变呢 高铁 一出去就是一天 一火车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 正常的 再搬到再来回 很辛苦 费用又高 所以在日本没有钱 不要去 这是我的理想 那个时候 主要的是陈岳华夫妇 因为陈岳华的先生 李进士 她会日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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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是 黄太太 高春 来台湾求到 到日本开荒 新加坡道场 新加坡道场 是正和 吉隆坡 亚瑞斯塔 也是苏教授 带过去的 再来是到 洛杉矢 美国 洛杉矢跟纽约 洛杉矢 我一次去四十天 好 这里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冲德的岛场 在世界各地 这个地 主要的还是 我们前老的目标 还在东南亚 他老人家 跟我们前老的特别交代一件事 就是 立足台湾 望远世界 所以不能给台湾忘掉 所以我现在也是一样 奉劝大家 给台湾顾好 基础打好 再往外发展 再往发展 不要往外跑 昨天我跟那个 那个单位他们在见我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叫 屏洞的 我说你们 他要提拔人才 我说你们 台湾的道场不好好经营 跑外国 跑外国是好听啊 我到哪里到哪里 但是我说你自己想一想 我们跟大家也是一样 好好的想 台湾两千万人口 台湾两千万人口 我们一年求到 五年了都没有达到十万 我们冲得目标是十万 到现在经过五年的努力 还没有达标 现在都在九万一下 都没有超过 所以大家努力 因为我们 并不是说一定要如何 办到没有这个理念 尽心就好了 对不对 问题是也要有一个目标 也不能说盲目的 没有目标 没有目标 所以我们自己 好好地经营自己的道场 不要往外跑得太多 孟子讲求其放心而已 给心收回来 给心收回来 滚固台湾 多栽培人才 各套上都有 多栽培人才 道以人宏 人能宏到 退到宏人 所以人才最重要 尤其现在的一时代 我常跟大家讲 我们一定要认真 跟着时代 不能被时代淘汰 所以你们说我修道 我要怎么样 修道不能离开现实 修道不能离开现实 不能离开生活 所以现在的一时代 你要不跟着时代脚步 那你就被时代淘汰 热乎了 热乎了 所以我们不能超越 但是我们跟上 跟上时代 好好的挑适自己 还是一句话 基本道学很重要 基本道学很重要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 有时间多地 经训认为不好读 先佛的训 我们先佛训太多了 每天读一篇 一年读不完 五年也读不完 我们现在超过一千了 超过一千了 超过一千了 六十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文书整理的 所以我们老师先佛太慈悲了 所以希望大家多用心 充实自己 才能发挥出去 才能发挥出来 所以一时代 我们要在这个时代 要于时俱进 跟着时代脚步 超越是不可能 跟着时代脚步 不要被时代淘汰 不管我们年龄 不管我们的血历 不管我们的职业 都是一样 你必要跟着时代脚步 好好的滚固自己 才能够发展 自己不充实 没有办法发展 没有办法 实在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时时刻刻 不要忘记 我常讲的 学养 道学跟修养 这两件事 一定要好好的 要求自己 不只要求别人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为我们的职业道场 发热 发光 祝福大家